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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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好 在这个part我们进入 离散时间复列转换 与离散复列转换 这两个部分我想同学已经非常困惑说 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 频率的想法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 离散时间信号 我们频率分析的概念就是说 我们把这离散时间信号 把它分解成许多正前信号的成分 然后或是负数指数的成分 那因为这每一个 成分就可以代表一个频率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离散信号 它到底频率成分是什么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频谱 那同样的我们可以把这些成分 再把它合成回去原本的实域讯号 S of N 所以这样的工具就是我们 复列转换所要谈到的 然后写成数学式子 就像这样的式子 也就是说我们把 这个转换用在离散时间 非周期信号 这边是离散时间非周期 那如果是周期就变成DTFS 那我们这边就先不复习 然后DTFS用于离散时间非周期信号 它主要的公式是这两个 一个是合成一个是分析 我想同学都应该很清楚 这公式是非常简单 然后也常常用到 好然后注意这边 DTFS的结果 S Omega 这个结果 它是怎么样 有个周期性 它周期是二拍 也就是说 你把 Omega 加二拍 加四拍 加六拍 都等于原本的 S Omega 那这个性质是 DTFS一个非常重要性质 也就是说 我们之后提到的离散 我们之后提到的 取样定理就是因为 DTFS有一个二拍的周期 所以才会有一个取样定理这样的结论出现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你做过DTFS之后 我们就可以分析这个信号 它的能量密度 好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式子 这式子就是 S of N 那经过DTFS之后 它可以得到右边 那这边其实 我们看到它有两个不同的上下图形 那它主要差别是说 虽然信号的公式都一样 但是它的 A 上面是 上面是 A 是介于 那个-1到 A -1到 E 之间嘛 只是上面是 0到 A 是 0到 E 那下面是 A 是怎么样 是负的 负 0.5 那所得到的能量频谱 完全的不一样 上面是低频信号 下面是高频信号 好 所以 可以看出来说 虽然你这个 A 值不一样 得到结果 能量频谱是不一样 好 那 负列转换跟 Z 转换之间有什么差异性呢 我们知道 Z 转换公式是这样 然后 负列转换 的话 我们把 Z 转换 这边 R 因为我们知道 Z 转换它 Z 等于 Esponential J Omega 好 R J 它前面 Z 就等于 R 乘上 Esponential J Omega 然后把 R 带 E 的话 就变成 Z 就等于 Esponential J Omega 好 所以就 带 R 等 E 的时候 就看到说 负列转换 就 就是 我们 Z 转换当 R 等 E 的时候 的结果 也就是说 负列转换是 利转换在单位元上的实现 好 所以 利转换存在 单位元上 如果不在 ROC 方法内 也就是说 得到利转换 就不存在 因为利转换 因为 负列转换是 利转换在单位元上的实现 如果单位元不在 ROC 内的话 代表利转换 代表 不好意思 代表负列转换就不存在 好 所以这个结论 很重要 所以负列转换是 呃 在单位元上的 利转换的实现 好 那我们看图形的时候 就是看到说 如果把它剪开之后 就可以知道说 它是一个负列转换 的一个能量频谱 好 那这边是 常用的 负列转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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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域跟频域的结果 左边是时域的信号 右边是负列转换的结果 频域的 输出 所以看到 如果 信号是输入 信号是一个DETA function 它的频谱就是怎么样 等于说所有平台都有 好 那如果是一个卖波 的话 它就是一个Sync function的频谱的输出 好 那离散 负列转换DTFT DTF的想法 那我们刚才讲DTFT嘛 那现在讲 离散负列转 离散负列转换 跟DTFT有什么不一样 好 那我们 知道DTFT它的公式是这样 那这边DTFT它的公式 它Omega是连续的 连续的变数 那 但是我们知道说 我们连续变数在电脑上是没有办法表示 所以我们必须把Omega做取样 好 所以取样的动作 我们就是怎么样 变成DFT 好 所以DFT怎么表示频谱 就是把DTFT来做取样 在频谱上取样 好 所以得到这些取样点 那这些取样点 我们直接就可以把它用DFT的公式来表示 那怎么来表示呢 就是我们用固定的取样频率 dataOmega 好 那假设我们DTFT是二拍周期 所以我们只要在二拍上面 好 固定取N点 那每个dataOmega就是二拍出场N 好 所以频谱上DK的取样点 就是我们这个式子 好 所以DFT它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把DTFT做取样 因为取样完的东西才可以在电脑上表示 好 所以DFT的公式就很快的得到这样公式 如果从SofN直接算我们的频谱上的取样点 好 那这是它的InverseDTFT 好DFT 然后线性滤波 这边就是说 假设我们用DFT怎么来做线性滤波 假设我们的输入S跟系统H跟我们的Y是这样 好 那我们分别把速度跟我们的滤波系统做DFT 那输入讯号它的长度是L点 然后我们系统 H它现在长度为M点 那Y 应该会是L加M-1 因为convolution结果应该是L加M-1 好所以我们要先做这个S Omega跟H Omega DFT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输出是L加M-1 所以我们这时候我们这样 分别对S跟H做DFT 那取几点呢 我们这边要注意到 我们之前有提到说 我们的DFT点数一定要比怎么样 信号长度 还长 所以这时候的点数 N一定要大于什么 L加M-1 所以我们这边要取得M点必须有这个特性 然后这边 如果你的长度落不到M点的话 怎么计算 就想办法 补0 因为补0不会改变频谱的内容 这边是很重要的特性 因为我们在做快速负地转换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快速负地转换 它的点数必须2的POW的四方 那假设你的点数不到2的POW的四方怎么办 你就补0 后面补0 一样不会改变频谱的内容 好 这边有个例子 H跟X 我们分别做DFT 那我们首先要 决定DFT的点数 N 因为我们知道这边 一个是3点 一个是4点嘛 所以总共是3加4-1 3加4-1是6 所以我们N可以取几点 至少6点 至少6点 所以我们这时候 我们这个例子取N.8 分别把S跟H做8点的DFT 然后结果怎么样 就可以直接算出Y的DFT 直接相乘 那再做InverseDFT 就可以得到Y的N是这样 这个结果 如果你DFT的点数 不是取6点以上 假设你取4点 如果点数太少 会造成怎么样 一个aliasing的问题 我们来看 假设我们之前提到说 我们得到的讯号 变成97-91 那跟我们之前求的 那个Y是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这边97-91 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做4点的DFT的时候 会有2点重叠 也就是说理论上 应该是6点 但是我们只取4点的DFT 导致有2点的重叠的aliasing 所以才会得到我们这样的结果 那这个例子在之前有提到 所以我们在做线性绿波的时候 我们的DFT的点数 必须要大于信号的长度 至少要这样才能做 得到结果才没有问题 各位同学 在这个Part里面 我们很快的复习 DFT跟DFT之间的差异性 那我们一开始介绍DFT 主要是要介绍平谱的概念 接下来我们因为DFT它的 Omega是连续的变数 无法在电脑上表示 所以才会有DFT的概念出现 然后最后我们可以得到 DFT的一个公式 可以直接从S of N来算 我们的S of K DFT的结果 也就是算平谱的取样点 好 那我们最后介绍了 我们在做DFT的时候 我们取样的点数 必须要大于信号的长度 如果小于信号的长度的时候 我们就会造成 Alicing 的现象发生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概念